中国是不是真的影响力有这么大 最近有两位风头人物 一位是前一阵子跟我们的江洪杰 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 这个讨论了很久福渊爱 一位呢是台湾的艺人小S 小S只是因为 在他个人的这个IG上面写说 想请这些国手到我们家来吃饭 就被小粉红出征嘛 出征了几天之后呢 他的代言好像听说也损失了一些了 然后呢他最后写了一个 说我不是台独 就这样子 这句话是重点后面不重要 可是这句话一写完之后不得了了 超级援兵来了 国台办旗下媒体叫中国台湾网 说小S是民进党阴谋的受害者之一 中国的官媒海峡之声说 中国网友反对台独捍卫统一 这样很好 但是在评论两岸间的事情之前 要多多了解 纷繁复杂的台湾社会 要学会设身处地 换位思考 理性对待 小S使用国手一词是很正常的 与台独没有必然的关系 说实在我很少看到中国媒体 对台湾的艺人如此友善的 那福渊爱呢 8月5号 因为福渊爱这里面有个故事 就是他在担任奥运的 应该是桌球比赛的球评的时候 对担任球评 日本跟中国的选手在比赛 他帮日本队加油 因为那时候好朋友 对 那问题是福渊爱是日本人 帮自己的国家加油什么不对 就像我们一定是帮我们台湾队加油 结果就被出征 然后呢他8月5号受不了了 接受中国看看新闻的专访 他说我能活到今天是因为中国人的资质 这句话我个人觉得听起来有点恶心 博弈我请教你 小S讲我不是台独 我百分之百相信 他绝对不是 从他过往的一些谈话 但是我觉得OK那个尊重 那是他个人的选择 怎么会连他都被出征成这个样子 我先讲啦 小S讲到国手这个词 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啊 不然很多可能民党会有一些台独 他觉得台湾国可能 或者至少像我们是中华民国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成为国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管什么国 他是国家代表队 当然是国手吧 这种好奇怪的 没错啊 所以一起出国手完之后 发现对面的大陆可能网民吧 有些算民就开始受不了 开始发动攻击 但是我老实讲这一次 中国的官媒 他终于做出一个正确的做法 因为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北风跟太阳的东西 你一直用风去吹它 一直不停用反对或者是高压手段 去强压某种想法 只会造成反效果 讲这好了小S他真的就不是台独 大家都知道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他过往的经历言论 包括他的夫婿 家家等等的关系 绝对不是 但如果因为中国的网民 一些不理性的攻击 而中国官媒又去支持的话 反而是对于两岸 甚至是对于中国友好的台湾人士 是更加害怕 比如说我不要那么支持你 但是我随便讲一句很正常的话 都要被你们整个官方来攻击 这会让人家害怕 所以中国官媒这回马上直血来说 他觉得不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攻击他 我老实讲这是换回他一点 基本的一些逻辑正确 就像好了 中国大陆一周讲说 我们两岸也是关系很好 我要选农于水 你天天派飞机的飞来飞去 这是要民众怎么接受 状况是一样的逻辑 所以我总讲 中国大陆如果这一回能够看清楚 怎样的模式对两岸关系 是真的能够加温 而不是让双方更处于危险的状态下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接下来不只是对于艺人 对于民众而言 对于整个国家的尊重跟两岸的互信的基础 我认为才是中国大陆 接下来必须要去做的 不要一直用你强压 认为你就是老大的心态 来想要 不管是你要占领台湾 或者是拥有台湾好了 你现在的做法 只会让台湾的民众对你越来越远 因为我不希望跟一个 这种强压统治的人 或者是一个不算民主的国家 一起合作嘛 这是所有私人相信 共同的希望跟目标 所以接下来我们期待了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希望未来 中国大陆一边再出力国际事务 尤其是两岸事务的时候 能用更温和 而且正常的手法来做交流 我认为对双方才是更好的方法 所以主动停掉小S代言的 我记得好像是四家嘛 他们这是马屁拍到马尾上 没错 搞不清楚状况 要不要赶快恢复 要不要赶快恢复 要不然明天这两家媒体 会出征的四家厂商 那个应该是听说传说中 有四家好像说 好像过亿的金额 他们可能不找他代言 或者是广告 但是这个官媒一出来之后 那个应该就没有消息了 应该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在猜以在中国做生意的习惯 不只要赶快恢复 而且代言金额要double 要不然就换你们被出征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你看到中国内部 其实它的内部 不只是经济上面 非常的脆弱 疫情上面非常的脆弱 它在政治上面 它也非常脆弱 所以它现在要去统治 从两件事情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精神鸦片 腾讯的这个王者荣耀这个游戏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小粉红出征 这次以冬奥这件事情来看 你可以看到小粉红到处出征 它只有去出征福渊爱吗 没有哦 它出征台湾吗 也不是哦 它出征到所有跟中国 只要攀上一点点关系的 管你是德国选手也好 管你是日本选手也好 管你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手 只要中国的小粉红一不爽 它就去出征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 我觉得他们政治人物 特别是习近平的整个的统治当局 会产生一个非常恐慌的心态 因为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这种民意在网络上面流窜 其实是非常难控制的 你看这些小粉红他可以去 这个高度的推崇像陈青城 这样子满口脏话的这些选手 那他也可以去攻击 他们自己表现很优秀的陈雨菲 那他们的这个行为 已经完全没有是非可言 这个跟宗教其实盲目的 盲从的宗教 我讲的不是正性的宗教 跟盲从的宗教 其实也差别不太大 就跟义和团很像 对宗教在中国 你认为宗教是自由的吗 中国可以放任让宗教 随他们的变 可以让他们去找自己支持的信众吗 不可能的 所以小粉红或者是游戏 正好是在网络上面 中国认为说 这个他们现在 他们必须要去掌控的一个点 再不然的话 未来如果大到 他们无法掌控的话 这是中国内部 另外一个他们觉得蠢蠢欲动 非常恐怖的 一个无法控制的事实 还有最好笑的事情是 因为这次奥运 有中国选手把毛泽东的徽章 别在自己的 这也是对中国的自由车的竞速选手 对 结果呢 因为这会引来各国的抗议 除了像南韩的雨协 抗议中国选手骂脏话 像国际奥部已经说要调查 对对对 你违反奥运精神 不得为政治人物 政治图腾进行宣传 你知道发什么事吗 央视把这个人批掉 小粉红居然枪口对内 去出征央视 这就是中国养出来的 小粉红怪兽 他已经不受控了 他完全不受控了 连自己的央视都出征 各位要想想看 央视这么做的原因 也是捍卫中国自己的利益 这样做不好 会让中国的国格 受到影响违反运动精神 是要把这个图给批掉 来不及了 那我们想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 那运动员为什么 在这个场合要弄着 政治正确 小粉红爱看 你已经超越了运动竞技的 和平跟友好的象征 所以这个国家 奇怪扭曲的地方是 运动员不运动 去那里做政治表率 小粉红基本上拍手叫好扎 国家利益都可以不顾了 等央视要把这个东西 给批掉的时候 倒过头来出征央视 我就不知道中国的网管人员 或是网信办 或是中宣部 看那种现象的时候 他们该做何感想